婚林館今年十大刨手禮的頂算多年 經過專家的品信以及民眾網路票選 日選的名單將會出路 國府今天基盤頒獎店內 公佈日選的十大商品 婚林館2015年的十大伴手禮 今天正式公布出爐 每一件產品都是非常的精彩 都有在地的元素 又加上我們雲林的熱情 用最負責的態度來製作這些精品 我們希望除了在雲林能夠來打響 我們的名號之外 我們協助廠商到北部去打開市場 國府李志祥順便帶大家參觀到片上 這次大伴手禮的商品 雲林十大伴手禮 對 今年十大伴手禮可以說是 每一件都非常的精彩 現在這是黑蒜頭 現在黑蒜頭很強的 我們婚林館所成長的蒜頭 平均最好 黑蒜頭最養生了 因為沒交易者 這幾年來多數一選十大伴手禮 國府為了高雷家的有史出鄉 今年增加一項十大伴手禮 民店長 今年第一次民店長的出鄉有兩間 我們也期待說 每年拿到雲林縣十大伴手禮 可以讓消費者對於雲林縣 更加的有印象度 那還有就是更知道說 只要找雲林最健康的食品 一定要指認我們雲林縣 十大伴手禮的好的製品 這個對我們業者當然是有幫助 我每一樣伴手禮都帶給我 整個公司的營業都是往上提升的 所以也非常感謝縣政府能辦這個活動 福利官都要出事後 將幾乎國內的大飯店和百會公司 綽繞福利的十大伴手禮 以及通過國府的網站 來行銷這裡的有一個片 包括在台北華國飯店 台北的微風廣場 甚至於包括這個大道場 我們都要去辦展壽會 雲林的十大伴手禮 已經建立了我們的品牌 我們也要讓消費大眾 能夠接受 能夠相信 吃 安全 一定要找雲林 到南京 今天晚上怎麼很明顯 我一會晚一會 popular 離開 離開 離開